Hello, 飛龍 今個禮拜香港電影跟小寶寶跟大家分析聊聊 未看這件事之前 不如看一看今個星期的票房又如何 我今日錄音是10月9日 先看一看 第一位繼續是 反氣攻心 好像已經去到第五星期 第五星期都是冠軍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試過 有戲可以連續五個星期冠軍 不只是說今年 近十年也是 第二位是阿弗蘭達 第三位是幸福入場券 第四位是深宵閃避球 第五位是明日戰記 另外我想說 有些人問這個排位這麼有趣 有些入場人數這麼少 但阿弗蘭達可以這麼高 我覺得它是計算非賣多少錢 阿弗蘭達賣得貴一點 這樣就排第二點 計算總數下來 這個星期 除了古山套 破了紀錄 現在成為香港電影本土的票房 之外 其實阿弗蘭達終於等到 等到我之前說了幾個星期 他終於拿到第一次演藍一 即是跟阿張一起演藍一 剛剛有了第二個票房最高 高於之前的紀錄保持者 就是周杰倫的頭文字 終於三千八百萬 破了紀錄 我想其實姜濤應該開始休息了 今個星期很明顯 姜濤的電影就少了些人看 因大家支持就是為了支持這個紀錄 這個星期有沒有看甚麼電影 《深宵閃避球》 《深宵閃避球》 我也有看的 你覺得這部電影有沒有看 剛剛看的 其實我有一個進程 好 你說一下 我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是先看了電影 我沒有太想進去看 因為我很少去電影院 看一些荔枝和喜劇小品 我覺得很荔枝 所以就沒有太喜歡看 是 然後進到場看 我是覺得一般不錯的 但它的結尾是類似開幕的 我看完後覺得這樣就完了 我剛好對一些角色很有興趣 想看它之後怎樣 它就完了 我就覺得好像不夠厚 它完得很快 反而你是不喜歡看開幕的 對 但我現在看完之後 又重溫想起 它其實都覺得蠻感動 有些感觸對它所說的 因為鄭義健是教練 她說了很多我自己蠻喜歡的 其實我突然想起 很多電影都有開幕的 你有沒有看《深宵閃避球》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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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說那個世界是真實或假的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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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認識這些人物時 他便沒有了 即是電影拍攝不夠長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做劇集 我反而會更想看 因為電影只有93分鐘 有可能長一點更好一點 這些跟明人戰技一樣 人們說只是拍打得沒有說故事 他有多少少想說故事的衝動 他會不斷閃一些畫面 但他閃的畫面就好像很快 而且比較重複 他閃了幾次都差不多的畫面 但我很想了解 因為他的角色有八個女生 八個女生在座型上挺有特色 然後他們的故事都好像挺不同 很想了解 但剛好很勵志 想看下去就完了 不如我們不斷說 觀眾知道深宵和閃避球 說甚麼 好啊 好啊 即是他叫深宵和閃避球 應該是發生在深宵的閃避球 發生在凌晨 11點到3點的一個體育館 是的 那體育館就收容 是嗎 是的 收容 給一些邊青 邊青 那些晚上有家裏 但又不想回家裏的少女 去那裏 可能去那裏 有試過這樣做嗎 我知道 我有朋友是這樣 因為他們會在街上留念 社工會找他 捉他 可能大家交換電話 會有空找他 他們原本沒有打算玩小秘球 但因為他們本身的社叫粉青社 食字就是粉青 體育館這樣搞得好像沒甚麼意思 他們一開始變成 做完一些事 覺得要有回補才行 所以最後他們就說 有可能想閃避 上去不膽不在後 無緣無故周嘉儀說 我們其實不是沒有事做 我們只是在練閃避球 周嘉儀就是社工 社工 但其實他也不知閃避球是怎樣玩 亦不懂得玩 然後不膽不撞 找到鄭英健來做教練 但鄭英健其實也不… 鄭英健自己也對人一般 不是很清楚 他也是一個體育健將 從未成功的體育健將 是的 是的 我們算是劇鬥了 他沒有有一點 少少 我們重量不要劇鬥 那麼深入 大致上是這個網絡 跟著發生的故事 你問我 我有幾樣東西看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有少少 打破了以往 正常熱血運動的方法 首先熱血運動一般來說 主角點 通常都是在隊員上 有些不同類型的隊員 這次的主角點是在教練上 你幻想一下 主角原來不是鄭英健 是少林足球 你明明是吳萬達 黃金又是主角 少林足球很好看 但是鄭英健的角色 他不是曾經成功過 或是一個很厲害的教練 是的 鄭英健這次有少少突破演出 以往我們印象中 鄭英健是很酷的 很帥的 他這次也有做這件事 但做完這件事 就會被女生在這裏笑 在他扮演阿叔 你覺得他相似嗎 他突然間做下巴的位置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可以嗎 因為肥了少許 肥了少許 也是英俊 肥了少許 他挺適合做這類角色 沒有覺得他很刻意搞笑 我都覺得他已經故意做了 他有很多動作很誇張 他這套整個戲都偏日本一點 是的 偏日本一點 很有造型 發光那種 挺像日本的風格 或者很舊時香港的搞笑風格 如果去到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搞笑風格 是的 那類 其實現在不是很流行的搞笑風格 那會否影響你的觀感 有少許 有些人覺得好像真的懶搞笑 有些聲音 有些形狀 我覺得有些搞笑聲效 有些搞笑聲效 真的會太多 是那些我覺得太刻意 又不是卡通片那種 就很刻意搞出來 他其實是想扮卡通片 是的 我也覺得有少許 但他做這件出來就好很多 所以他拍攝這個角色有多好 而且剛才也說 他這不是傳統類型的故事 他連發展路也不是很 內容也不是很那類型 因為最後所有主角都不… 你看南園當日鐘也好 排球少年也好 他們可能最後是愛上了這項運動 或者是最初沒有那麼喜歡 但突然最後都是愛上了 你懂得足球 初期都不懂得踢球 最後都愛上了這件事 而且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奪官 是的 但他們很有趣 最後他們都想奪官 但因為只不過冠軍是有得去游浮的 是的 很符合這個編證的政家 那這件事會否影響你覺得 他們本身也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會否沒有那麼好看呢 我反而覺得他是藉著閃避球 這件事去引伸一些意義 一些可能問題出來 當然引伸了 意義其實也不是引伸 我覺得是明顯的 是的 擺到沒說 我覺得他不是真的想寫閃避球 這套運動 這件事我只可以跟你說 因為我看謝票場 導演有說 究竟有人問他 究竟他是想想閃避球 還是想想後面那些意義的東西 想說出來 但是想了一些意義 覺得這件事像閃避球 所以將這兩件事混合在一起 是的 因為所謂的意義 就是很多人看這套戲 覺得這個故事是說香港人 現在發生的事情 例如他又會問你 留在這裡大家還可以做甚麼 留在這裡會否大家覺得不開心 知而處女 或者怎樣看 或者有些人怕不怕會去坐牢 很明顯在說這些訊息 是的 但是我喜歡他說的 如果你避免是不會輸 但是閃避球的精髓 就是你要捉住球 是這個精髓的肥 我覺得這個很好 其實是說了聖托氣 說得很有意義 我想說回剛才 導演說 他其實是想了閃避球這件事 但一直想了閃避球 未想到怎樣拍 說甚麼故事 他就想到這個故事放在閃避球裏面 竟然是這樣 是的 有時也不奇怪 因為他覺得閃避球 這件事 他的能力上是能拍到的 好像小時候玩蜂蜂長播 或是挺有趣 這件事又不是特別流行 但其實很多時你也會看到這件事 都容易理解的 有這麼多規則 看著那時 我覺得 有些事情我會想起其他戲 其實有些情節我會想起 更加想起小籃足球 例如 不公平 有場球是不公平的 那場就好像小籃足球 只是打一場不公平的賽事 例如他借一些場面 去說回每一個人的背景 其實你覺得這些情況 有否必要每一個角色 他裏面有八個女生 就是隊員有八個 需要每一個女生的背景都要說出來 其實八個女生也不太多 我覺得每個女生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兩個突出 但我覺得其他可以多一點 或者可以多一點點感動 其實我也想起 會否拍八個女生 想想一下小籃足球十一個人 小籃足球也是說了六師兄 他不會說其他五個背景 其他幾個就是有性格 有性格 人們會記住 對 但這裡是把八個隊員全部說完 因為有時有些真意 例如年初時 有一套其實挺像這套戲 就是《狂寶塔3》 《狂寶塔3》 他都是說完 他都說完 裡面的幾個角色 有人覺得 這件事就好像 變成最後《狂寶塔3》沒有主角 而且沒有主線 分了幾條線 這套戲是好一點的 因為其實那八個女生 你覺得說哪個特別多 李靖坤 沒有記錯 這個女生 打回這個女生 因為他學校發生一些事情 加上他本身是這間公司 出錢的公司 簽回來的藝人 所以是特別力捧 他特別是多些戲份是正常的 嗯 他有分輕重 但當然他的輕重 他的教練那裡特別再重一點 特別再突出一點 所以基本上這套戲 我會覺得 如果他在城鑽合 應該比《狂寶塔3》好看 還有《狂寶塔3》 臨面的結尾 有少少混亂 都是開放結 都是開放結 而且裡面其實 好像是 那件事未能解決 未能解決 還有主角好像置身在裡面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助 是的 但這套戲不同 起碼 雖然說 那些都是開放結 那件事未完 但是鄭依健有個旁白 說我們應該怎樣 怎樣應對現在這個逆境的情況 我覺得寫得非常感動 所以你問我 我自己的個人 我很誠意大家去看 雖然這套未必是 傳統的起承轉型的戲 但基本上起碼一樣 你看完我93分鐘 沒有看錶 沒有 沒有看錶 起碼不會悶 你悶你會看錶 還有寫實 我喜歡他那種 他不是那些勵志 努力加油 你一定得就得了那種 他是那些跌倒要再跌多一次 跌多一次 終於不停跌倒 他喜歡這件事 看起來很舒服 他的例子 其實鄭依健說得對 鄭依健整個世人 他都未試過起到出來 是的 很寫實 但是他還要繼續生存 老實說世界上有多少人 真是冠軍 是的 幾個戲劇性 我也想成為一個 第一名的YouTuber 哈哈 跌了那麼久 都是成為不到 你沒有聽到最後 現在是休息 正在等待一個機會 然後全力出鏡 明白 是的 說實話 除了上這部戲之外 說這部戲之外 裡面有些角色 你覺得哪個特別漂亮 我見過女生 特別漂亮 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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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想說深宵小秘球 我看了兩次 其實全部都挺漂亮的 我知道 但我覺得這個都挺特別的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錯過了一些東西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社工 你知道嗎 是的 因為漂亮嗎 我不知道 他的性格 好像跟其他人 好像混在一起 是的 例如剛才說的李勝坤 他那個是中學生 很明顯他是小一點 好影 他是社工 他應該怎樣都一定是大一點 20多 你怎樣都22、23歲 你才可以做社工 讀完書 但我又不覺得他好像特別 好一個社工在裡面 他開頭還有一點 其實沒有 他一進去那七個女生 他就差不多了 跟那班女生 差不多 一樣有問題 然後差不多感覺 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有點錯過 我第二次特意很留意 究竟這個閃避球 他要多少歲可以玩 我剛才想到周嘉儀為何又不去玩麻糞 我突然想到周嘉儀為何又不去玩麻糞 為何要叫另一個社工玩 原來不是的 他真的有年齡限制 他要25歲以下 那樣就符合那個年輕社工的年齡 即是他的圖片寫了年齡 寫了年齡 是的 還有很多時 有些影評人說 看完覺得好像沒有怎樣介紹過 那些規例 其實也不是的 他間裡間裡都有介紹 是的 他最開始就很快地趕了 是的 還有剛才我還未說浩瑩 最初我看上去的時候 我不是很認不出他 其實我不知道 我知道這個名字 我知道是《全民造星》 但最初我不是很認得的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我對美女是有面蠻值的 那對月外有沒有 真人見過一次會比較好 當年TWINCE剛開始出道時 ASA 阿嬌我也是分不到的 這樣過分 ASA 阿嬌是兩個不同類型的 那時候說TWINCE TWINCE我覺得不一樣 我不只是ASA 阿嬌 MIRROR成員剛開始出道時 除了姜濤之外 其他成員都混亂 不只是美女面蠻 你是所有的團體都不太認得 是的 我舉例 我最初分不到Edan和Ian有甚麼分別 Edan和Ian的名字好像差不多 名字差不多 但他們的樣子很大分別 不知道我最初分不到 Anson Kong 為何Anson 我又不知怎樣分過最初 後來有豬肉佬出來 我就分到Anson Kong 然後Stanley和Fanky我又分不到 我覺得他們差不多年紀 款式都好像是那一類 文質彬彬 是的 文質彬彬彬 然後Jer和Jermy我又分不到 為何呢 因為名字 一個傳寫一個宿舍 對 最初我 其實是和一個人來而已 不是宿舍而已 你明白嗎 還有一些化妝 有時我覺得他們差不多 頭髮是軟軟的 化得白一點 還有一些口唇的 紅紅的 都是長長的 頭髮 對 造型有些差不多 有時有些朋友說 我覺得Jermy很特別 你又是阿Jermy 然後我就說 你也喜歡阿Jermy唱歌挺好的 我覺得Jermy 不是同一個人 是簡舍而已 糟了 糟了 我會不會被鏡粉在那裡排斥 排斥它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又問你媽媽 她怎麼看 你現在分到了 你媽媽一定有問題 剛才說到那麼多鏡粉 都不說姜濤 因為我分到 分到一看 就知道誰是姜濤 那也好一點 因為只有她一個人 是用中文名 全部都是英文名 哦 這個可否假辯呢 不是 因為你特別英俊 特別可愛 我說多幾句 就是放多一些 姜濤寶在那裡說我 差不多時間了 差不多回家了 是啊 好了 下次再說吧 真的心笑 心笑 好笑 拜拜 拜拜